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南半球的澳洲悉尼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雷利 我有好几盆雷利已经开花了 蛮大盆的 这盆 昨天给我软盏的时候 卖掉了一盆 跟这个这么大一盆的 现在还剩下三盆 说一下雷利吧 雷利其实这个花很好管理 也繁殖的很快 她喜欢光照 阳光越多 她花开的越多 但也不一定的 我有一盆是放的阴凉地方 阳光基本上会没有多少 顶多是一个钟头 但是她的花也不少 估计是看品种 还有就是 罗根吧 我那盆是蛮有给的 也养了七八年了 她跟全罗出来的 估计是罗根的问题 所以说她开的话会 没有阳光 也一样开的 也一样有这么多花报 雷利啊 我是蛮建议大家拥有的 这个花也不会不好看 蛮漂亮的 最主要它是很好管理 懒人养蛮好的 你怎么样养我 它都不会玩死 我收集了差不多有四个品种吧 这个是有点带紫色的了 今年开的花好像没有这么紫 没有晚年开的这么好 这个买来也有差不多三年半四年了 买来的时候很漂亮的花 也不知道是给我越养越不好啊 还是咋回事 好像觉得她今年的花 没有这么好看一样 颜色好像不深 其实我是放的 它是在全羊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总是感觉 它的颜色好像淡了点 苗道长得不是说算很好 因为我买来的时候 只是三个Super Bowl的 种了三年半吧 已经给我发展到蛮多的了 但基本上都是罗根的 你们看一下吧 都是罗根的 买来的时候呢 只有只有这个和这三个 这三个是买来的时候有的 像这个花间就是 像这个花间就是买来的时候 开带花买的 这些都是后面 这些都是买来之后 后面长出来的 三年时间繁殖的 都算可以吧 繁殖的蛮快的 就是 你看一下它的松包 如果要是不转的话 它基本上是会没有 就好像很弱 不会有花 像这些你看都很弱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Super Bowl就很转了 所以它今年是开花了 买来之后有花 之后就没有 就一直是在繁殖 但是都算蛮好的 繁殖的多一点 等以后吧 它会花可能会开的会多一点 这都是要时间的 全羊没问题 种雷利 半阴半羊你就要看了 如果要是不会开不开花的话呢 你就要挪动了 你们再看一下这盆吧 这盆就是用陶瓷盆种的 全是螺根的 你看那根长的 都是满的 都是包围的 但是这盆呢 螺根螺的很那个 我这盆是应该是都是 很少见得到太阳 只有中午12点钟 到1点钟能看得到一点阳光 但是它亮度蛮够的 就是光照蛮好的 你看这个没有阳光的呢 反而它是有三个花苞 三个花苞 这个也是三个花苞 这个在里面一点呢 就是两个花苞 这一些呢 就是前段时间给虫吃掉了 像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 这几个都是给虫吃掉了的 就是没有 这个估计是两个花苞 就是就是看品种吧 我我想是品种 或者是 嗯 根的光照也有关系 你看这个也是给虫吃掉了 吃着这样子 嗯 估计是螺根的关系 所以说 你看它的苏不包也蛮粗 蛮大的 但是一样 没有光照 也会有花 但是我有个男友的 它的是 不是 根没有螺出来的 但是它是放了阴的地方 它从来没开过花 上回我跟它说 你换一下地方 把它挂高一点 但是这 今年它有花了 它几年都没看 看过花 它蛮高兴的 打电话告诉我 它已经 嗯 开持有花包了 所以说 如果要是卡安 雷利的话 你们要种的太阴的地方 挪一下 基本上都会有花的 很容易管理的 这个 再分享一下 这棵吧 这棵我是绑着那个 中底树壳上的 那个是这样子 一直往上去的 它也是第一年才开花 种了也 种了好几年了 但是 书不包都蛮粗 蛮大个的 我想估计是光线不够 所以说它没开花 嗯 但是今年呢 开的花蛮漂亮的 开了两朵 这就是它今年开的 颜色也蛮好的 就是看你怎么去 但是我这棵 我这棵呢 我一直都是这样子放 我没有去管过它 是什么样子 就怎么样子 但是它还是一样 就是说 估计是它越往上涨 越光照越多 它现在开始有话了 我想是这个原因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关注